27岁的郭灵芝未婚先遇 当时这个消息在村里边炸开锅了 而如今郭灵芝妈妈的一番话 揭开了女儿未婚先遇的隐情 让人不由得同情起郭灵芝的悲惨遭遇 如果郭妈妈所言属实 郭灵芝是被人侵犯了才有的这个孩子 她和孩子真的都很无辜 都是受害者 为什么她的家人不能理解她 包容她 帮助她渡过难关 反而在她最需要亲人支持的时候 还要伤害她 难道真是因为不光彩的事丢了面子 所以就要跟她划分界限 甚至跟外人一样对她指指点点 咱就换位思考一下 实在亲切应该不能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 更何况是郭灵芝的亲哥哥 亲爷爷 亲奶奶 难道郭灵芝隐瞒什么了 本来想等郭灵芝冷静冷静 咱们再好好谈谈 结果郭灵芝的孩子突发疾病 被送到了医院 我儿子就是那个扇期刊断肠子卡在那个 可能就是卡在膏丸的那个地方了 然后就是肠子时间长了会卡死 那现在医生的意思是要动手术还是动 已经动过了 做过了 因为他急诊手术 对 那孩子他爸爸呢 问到孩子的生父 郭灵芝有点吱吱呜呜的 这也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真相似乎并不像昨晚郭妈妈说的那样 小易是个早产儿 从出生到现在 经常因为一些小毛病进医院 前前后后花费也有好几万 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经历上 郭灵芝都是一个人在扛 到底因为什么 让他如此避讳谈孩子的父亲 就是娘儿没结婚 他拿着你父母当然不同意 结果就不跟他们联系的 就领不领 然后现在是那边的父母 硬生生把你外甥女 跟他的男朋友分开了 对对对 至少孩子认这个孙子嘛 认之长情了 我跟娘儿的幸福 我跟娘儿的健康 是不是这样 我跟娘他都想 那还是要通过你们的话 要找到他的亲生父亲 不是要想坑的 就是我娘儿抱抱 是不是 就些人 您觉得您外甥女有点爱面子 有点 不是爱面子 她就是得气 就是我公子把妈妈 我就是妈妈都把她 其实她也做满多年 姨妈的态度合情合理 但是郭灵芝似乎并不领情 在姨妈看来 郭灵芝之所以现在回到家乡 宁愿独自面对经济的困难 背负未婚妈妈的压力 主要还是因为郭灵芝 跟男友在赌气 我也不想 反正我不想去找她 找她也白痴 是有什么苦衷吗 我就是不想找她 我经常要跟你讲 你要你是女孩这么大 是我们是现在 个儿子的人大 你是江口的女儿 就是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她长大的之后 她要是长大的之后 因为她生病 你单发她的血 单发她的话 无诊的或者那么多的 她长大的都会回你 她有爸爸的 你为什么不知道 说不定你男朋友 她看到宝宝了 你宝宝那么可爱 对啊 对 她看到她儿子是那个样子 嗯 有两个人结了你 是不是参加人 有喜欢你 是不是的 也是个好色 对不对 男儿又肤浅 又妈妈贴 又爸爸贴 对 对